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银行42台ATM就在没有人使用的情况之下 竟然自动的吐出钞票 之后遭到外籍人士取走 损失金额超过8000万台币 经过检警弃而不舍的追查 和过滤上万只的监视器之后 终于在一个星期之内 抓到主贤安德鲁还有两名共犯 米孩尔跟潘可夫 第一时间从他们下榻的饭店 还有台北车站的置物柜里头 找回了6024万赃款 原本消失了2000多万元的余额 也在三天之后 在台北市内湖山区被警方 以及民众商计的巡获 虽然说款项部分的出入还有待清点 但是盗领案的案情本身是宣告侦破 究竟这些外籍嫌犯 他们是如何在不操作ATM的情况之下 盗取大笔现金呢 其实幕后操控的是一个 金融跨国盗领集团 主要是由骇客透过电子邮件 植入恶意病毒 再从英国伦敦易银分行 远端遥控机器吐钞 类似手法横行全球 目前有十多个国家受害 遭盗领金额超过300亿台币 从这些骇客盗领事件 暴露出来的是银行的自然系统 出现漏洞 面临到极大威胁 资深记者邱兰婷 吴智颖的追踪整理报道 骇客入侵银行网络 成功盗领大笔金额 电影中的情节在台湾真实上演 第一银行42台ATM 在没有任何人操作下 竟然自动吐钞 在7月9号到11号期间 早盗领金额超过8390万元 戴图是用不正常的方式 从监视器画面看见 一名男子戴着口罩压舌帽 站在提款机前 完全没有任何动作 左右两台机器就不断吐出钞票 大把现金就这样被他全部塞进包包里 这次的ATM呢 它其实就是透过了 大概是厂这个后端 不断地经过这个辗转 然后把21指示进入到这个ATM的主机上 专家分析 骇客可能是透过邮件 将木马病毒植入疫营内部 瘫痪他们的ATM系统 远端遥控吐钞模式 再透过车手在旁等候取款 手法相当熟练 它是直接去感染了这个吐槽的模组 而吐槽这个模组呢 它其实是机械式的 它可能在某些方面来讲 过去从来没有思考说 在这个机械上面要去做这个监控跟防护 检警追查发现 这一个金融跨国盗领集团 行骗天下 是由俄罗斯集团为首 横行全球数十个国家 盗领金额超过300亿台币 这次来台犯案 先从台中盗领四间分行 再一路北上窃取16间分行 总共有20间分行 34台提款机遭到盗领 而且遭到锁定的ATM 都属于同一种旧款机型 能够轻易遭到破解 是经过相当缜密的计划 它那个ATM在一般的黑市上面有在卖 那我们就会认为说 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 有可能会发生的 因为骇客 它还可以去做这个ATM上面的系统 有什么样的漏洞 等于是先把考古题拿回家做了 那这样子的话 它的成功率就相对高 但千算万算 前科累累的盗领集团 也栽在台湾警方手里 我们一个鹰眼专案 我们专案小组 也早就掌握了这个线索 很迅速地能够人赃俱获 案发后一个星期迅速歹人 除了归宫远景机警 也因为台湾到处都有监视器 形成严密的电子墙 让嫌犯身影无所遁形 电影中男主角一举一动 都逃不过监视器的监控 这次跨国集团的犯罪行动 也被台湾上万只监视器拍下 确切掌握他们的动向 但被抓到的只是车手 现在检警要进一步揪出的是藏在幕后的主谋 至于他们是透过什么方法 在监控严密的金融系统植入病毒 专家研判有三种可能 他可能去打他的后台的管控系统 或者是他对高阶主管进行社交工程 透过email或是网站 诱使他们来做点击 然后再埋入二亿程式 甚至于是说有可能直接做实体线路的攻击 他可能直接从实体线路里面 接另外一个switch进来 然后再连接他自己的电脑 那只要他有机会touch到这个实体网路的话 他还是有可能做二亿程式的直路 ATM自动吐出百花发钞票 在2010年駭客发表大会上 纽西兰駭客就曾揭开金融的危安问题 现在台湾也遭到駭客锁定 未来该如何应对 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课题 在这个安全控管部分 要同步的一个发展 同步的更新 駭客钻漏洞 犯罪只要躲在键台后面 透过网路就能轻易得手 要如何将洞补起来 就得靠治安人员加强巡逻 这个时间点应该会开一些攻击的工具 寻找駭客入侵轨道 了解他们的犯罪手法 也是防堵漏洞的最快捷径 绿色的IP是一般使用者的IP 那他们大部分会跟多数的档案相连接 但是右下角那两个红色的圆圈 是駭客使用的IP 所以他们駭客使用的IP 他们会跟使用大量的非法资源 做网址的攻击行为 透过IP跟档案的存取关联图 找出恶意IP 把駭客抓出来 最可能的攻击提前做好准备 其实资安的攻击是层出不穷 这未来要能够防范这样的事情 可能是在资安的成员里面 要持续地去关注最新的资安务情趋势 资测会的资安科技研究所 就是网络科技的保取业 透过专业人员研发软体 防止恶意城市入侵公司内部系统 针对这次意淫道理事件 他们提醒 不论是公家机关 银行系统或者是企业 都应该随时保持警戒 做好备战准备 当然IP的效益并不是很大 因为现在IP 大部分的駭客可以做跳板 它可以换 所以它只要换一张 换一个新的IP 就像换一个新的面孔一样 但是如果它的攻击手法 被我们记录下来的话 对于我们事后 做攻击的侦测都有帮助 科技日新月异 犯罪手法也跟着推陈初心 要如何防范可能的危机 资讯安全的把关 是最重要的一环 在资讯的部分 其实最重要的责任是在银行业界 尽管会有要求每年银行业要做一次的委托外部的专家 来做一些安全控管的一些评估 危机就是转机 第一银行遭到道理事件 护露出台湾金融体系严重缺失 在银行相继推出创新服务时 也应该思考如何做好风险管控 建造一个推不倒的兼顾资讯防护网 科技日新月异 犯罪手法也跟着推陈初心 现在犯罪者只要躲在键盘后面 在虚拟的网络世界 锁定目标之后 透过夹带病毒程式的电子邮件 入侵机密内部系统 就能够随意的窃取勤资 或者是盗领大额的金钱 从这一个幕后的操作手 被称为是电脑骸客 但其实骸客界也有分正反两派 像是白帽骸客 是在合法情况之下 对系统进行攻击 造出资安的漏洞 借此提高安全性 而黑帽骸客 他们出手通常是有犯罪行为的恶意攻击 目的除了盗取金钱之外 还有部分出于政治考量 就像黑社会分帮派一样 黑客也会有黑吃黑的情况 在网路上互相的抢地盘 借此壮大自己的视力 听起来仿佛是电影情节 不过接下来 透过热线追踪的镜头 资深记者邱兰婷 吴志颖 就要带您进入真实的骸客世界 犯罪无所不在 透过网路防不升防 骸客的思维是 他会去抓你现在系统的漏洞 然后不管用任何方式 去突破你的系统 然后进行攻击 电影《黑帽骸客》描述的 证实一桩危害世界金融体系的 跨国银行骸客奖案 通过网路攻击 隔空攻陷系统 但其实骸客界也会黑吃黑 一般的骸客他们之间 也会互相去抢个所谓的 类似抢地盘那种感觉 对 所以就算你拥有一块的 僵尸网路 那其他的骸客 他在发现你的僵尸网路之后 因为同样都是有漏洞的 所以他也会去把你的僵尸网路 吃掉 专家口中的僵尸网路 也称为傀儡网路 只要电脑使用者 不小心进入这个区域 就可能被植入间谍软体 等恶意城市 不知不觉中 成为僵尸网路的一员 就是网路帮派 然后再由老大来带领这些小喽啰 不过道义有道 在网路黑社会中 除了黑道之外 也有所谓的白道 这个白帽骸客 他其实主要 主要我们是为了要防患黑帽 那因为在黑帽来攻击之前 我们如果能把漏洞补好的话 那他就打不进来 如何分辨黑帽和白帽骇客 其实黑帽骇客的攻击 是属于犯罪行为 未经同意就恶意入侵被害者电脑 而白帽骇客也称为道德骇客 所进行的行为都是合法的 主要是为了测试系统安全性 在客户同意之下找寻自安漏洞 在资测会担任系统工程师的戴君翰 就是负责系统测试的白帽骇客 我们一般白帽骇客会去做所谓的渗透测试 那当然你保护得越安全的话 那所谓的黑帽骇客就越难攻进来 换句话说 白帽骇客就是在有报备的情况下 以黑帽骇客的思维对系统进行攻击 比较偏向白帽的这一部分的话 通常我们不会直接去做攻击的行为 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在做渗透测试的过程当中 发现之前骇客留下来的所谓的后门测试 找到黑客的路径就能避免自安系统门户打开 但不同于以往被动式等待骇客攻击找漏洞 现在自安系统主动出击 比方说我们透过Honey Park 我们又建置一个用补系统 那能够会连接到这个用补系统的大部分就是骇客 骇客会对用补系统误以为它是真实的企业环境 它就会做攻击 那会在这里面做活动的几乎都来者不散 那我们就会把它用的比方说IP 或者用的是攻击手法记录下来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让网路犯罪分子无稽可撑 通常会训练一些骇客的思维 那甚至在国外在国际上 其实有很多骇客的证照 经由考这种证照之后就是可以确定说 这个人是有所谓的骇客思维 以及相关的技术这样子 骇客亲门踏户 资讯为安量警讯 尤其现金金融交易越来越便利 民众可以在网路银行转账 或者是云端进行操作 银行该如何取得消费者信心 也面临考验 银行资安防护必须跟上科技潮流 今晚会强调 只有骇客进不来的系统 才是百分百安全 当然民众的危机意识也不能少 对一个不认识的或者是陌生的一个信件 你要尽量不要去开启 因为开启确实是有一些问题会产生 因为恶意的城市会附在你的那个档案的附件里面 就跟着进来了 全球进入网站世代 不论是个人或是企业 面对看不见的无形敌人 都要做好万全准备 严正以待 透过热线追踪镜头 我们找到了骇客现身手法 揭开骇客世界的神秘面纱 广告过后 带你去了解的 也是在电影大萤幕上曾经出现过的 相信很多人对电影《哈利波特》当中 主人翁哈利所豢养的那只送信猫头鹰黑美 印象深刻 其实它的常见俗名叫做林角骁 在台湾被列为是第二级的珍贵稀有保育的动物 最常出现在海拔1200公尺以下的浅山中 不过近年来 在台湾都市中也越来越常看到它的踪影 是好是坏 这代表生态环境出现什么变化吗 休息一下 再回到热线追踪 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相信很多观众都对电影《哈利波特》里头 那只猫头鹰黑美印象深刻 其实它常见俗名叫做林角骁 在台湾被列为是第二级珍贵稀有保育的动物 最常出现在海拔1200公尺以下的浅山中 不过近年来 在台湾都市里头也越来越常看见它的踪影 专家调查发现 因为人为开发导致森林的绿色树木越来越少 让它们棋息地也跟着减少 但是林角骁适应能力很强 慢慢从山中转移到附近的公园 或者是校园里头棋息 日线最终采访团队 就在彰化一所国中树丛里头 实际拍摄到三只可爱的林角骁 在校园里棋息 不过城市里头居住大不易 对它们而言并没有适合居住的树洞 当成巢穴 于是只能在树岩屋檐底下 或者是烟囱里头竹槽 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从高处摔下来 被附近的野猫野狗猎食 甚至在繁殖季节 因为蜜食导致露杀 也就是被车子撞死的几率大增 根据露杀社统计 在所有猛情当中 林角骁死亡剑数就占了全部的67% 这个数字也凸显出 它们在现代城市中遇到了生活困境 这是记者邱兰婷 张伦昌带您一块了解 炎热的六月天 有只小猫头鹰躲在树之后休息 不时用嘴整理羽毛 动作慵懒自在 它就是今天的主角林角骁 在树干的旁边的后面 两颗黑溜溜的眼睛 搭上圆圆滚滚的灰色身躯 可爱模样看了超疗愈 但其实发现它们的地点 是在人来人往的校园树丛里 在这边这树罐很低 然后它躲在这个地方 我们觉得很特别 因为肉眼就直接可以看得到 几乎是和学生们生活在一起 林角骁一点也不畏惧人类靠近 在都市里发现猫头鹰 或许令人惊喜 但看在专家眼中 却是另一种隐忧 因为它们的原生环境 应该是在浅山中的树洞里 无难的是 人为开发造成树木越来越少 林角骁又不会自己竹巢 于是只好在都市里 另寻居住地点 像我们现在很常接或民众通报 可能在家里的烟囱 会有林角骁在里面煮草 然后或者是他们家的屋檐下 可能在一些铁皮的一个 比较交界的地方 有一个空隙的地方 会有林角骁煮草 都市居住大不易 林角骁缺少适合的住所 尤其是还不会飞的雏鸟 一不小心 最有可能从高处衰落 睁着一双无辜大眼 在地面上惊慌无助 林角骁雏鸟 坠落地面的消息 越来越常见 为了避免他们 成了野狗野猫的盘中孙 将化线野鸟协会园员 一接到民众通知 就会赶紧前往救援 灰色的幼鸟受到惊吓 大声呼救 不过幸运的是 它毫发无伤 它自我防卫的能力 还是很强 所以活动量不错 小心翼翼爬上梯子 想要将雏鸟放回树上 但抢救过程似乎没有那么顺利 小猫头因紧张过度 不小心又衰落树下 工作人员赶紧进行 第二次的救援行动 经过一番折腾 小雏鸟终于站上之头 为了保护这些小小动物 其实学校也曾想过 要替它们做个朝乡 一开始我们想过很多策略 也是咨询鸟会那边 看有没有什么建议 然后最后我们还是决定 就是都不理它 不要去特别干扰它 决定顺其自然 让零角骁们适应校园环境 果真没多久 树梢上停留的交客 一个个接连报到 之前就是因为有两只 比较大只的猫头鹰 然后这一次就发现 出现一只小只的 三只可爱的零角骁 在校园树上排排站 成为校园里最珍贵的活教材 所以他一定要找没有太阳照的地方 中间 好 那你们现在找 看谁先找到 找得到 那我们就是结合我们一年级生物的课程 那就请我们的生物老师有设计出 跟猫头鹰相关的教材跟整个教学 那也有邀请我们隔壁的平和国小的小朋友 一起过来参与这样的课程 将校园环境和课程结合 成为最生动的上课内容 在学校里面有来看过 马头鹰的举手 所以还有那么多人没有来看过 为什么要叫零角骁 就是它这里有一个耳语的部分 看起来像个角一样 学生们充满好奇心 来到树下想亲眼看看 零角骁的可爱模样 有吗 有吗 觉得比较有成就感吧 觉得自己在一个有猫头鹰的学校里 我孩子看到的时候 他也会很兴奋说老师他头在转什么的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对他们来讲很重要的经验 他会知道野生动物其实他会有怎么样的习性 然后相较于他看到那种在动物园或者是鸟店里面的 他们会觉得他们活得很不自然 零角骁校园报道 让大人和小孩都上了一课 生态教育课程 不过专家说也不是一年365天 都能瞧见他们的身影 一般来讲大概三四月份 雏鸟就已经转为幼鸟 然后慢慢变成成熟的个体 然后离开它算是育除的位置 对那一般来讲大概四月份五月份 大概每个个体都已经成熟会离开了 像现在观察到校园里面 有到现在六月份还有看到刚刚离草没多久的幼鸟 有可能是它一开始轻鸟繁殖的时间就比较后面 它可能到了二月份左右才下单 专家研究 都会区零角骁的繁殖季节 在每年十月到格宁二远之间 这段时间是新生命的孵育期 但也是成鸟们最危险的过渡期 根据统计 零角骁是台湾目前最容易被陆沙的猛禽之一 也就是遭到车子冲撞而死亡的意思 以陆沙社资料库而言 截至2015年8月6号 所有猛禽陆沙记录共有204笔 而零角骁死亡剑数就有137笔记录 占近67% 其中6到9月为淡季 10月开始出现陆沙高峰 高速公路局统计 从98年5月到104年5月 10月份零角骁死亡数字高达60只 专家推测应该是因为浴除期间 零角骁需要大量的食物 因此会有路面觅食的行为 导致这个季节陆沙数字增加 它其实习惯了城市周边可能会有的食物 那这些食物又没有其他的竞争者 那它就有可能会来这个地方繁殖 那通常我们看到的也都只有在繁殖季会出现 那非繁殖季其实我们也很少在 住家附近看到猫头鱼 崇明岛叫绿意盎然 这里才是零角骁生长的原始环境 零角骁它基本上就是比较习惯是在 算浅山的位置 像八卦山这个位置 它的海拔高度其实大概快100而已 那像我们环境周边这样子的树林 其实就是蛮符合它正常野外棋棋的环境 为了一探他们的生活 专家带我们进入山林 了解什么是零角骁最适合居住的场域 离开车来车往的马路 不到10分钟脚程 就是他们最喜欢的居住地点 像这个Y字形的树枝崖 是零角骁晚间休息的首选 这么粗的地方一定不会是它三千位置 一定是会往它上面的枝崖的地方 零角骁多栖息在1200公尺以下 低海拔的阔叶林中属于夜行性猛禽 咒服夜出他们的活动力白天大幅降低 因此住的地方必须阴凉隐秘 还得考虑到觅食环境 这样的环境基本上人为干扰也少 虽然有像我们这是在步道周边 可是基本上因为人没有办法 容易地爬到那个树边去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干扰是少 那一般的猛禽在这个环境活动的几率也小一点 所以它比较容易在这边安全地休息 躲避大型猛兽猎捕 零角骁不会进入深山活动 只需要有一片林地 让他们白天可以休息 晚上又容易觅食就足够 既然有食物来源又有休憩树林 又为何会在城市中发现零角骁的身影呢 这一根究底都是因为人为开发 让林角骁原有的栖息地遭到迫害消息 那应该是它原本生活的地方 那只是后来大规模的一直开发之后 变成我们的绿带变少了 我们的树变少了 那所以才变成好像我们的身边没有了这种生物 其实应该不是这么说 应该是它被迫离开的这个环境 虽然失去家园庇护 但他们努力求生存 开始进入都市丛林里 展开新的冒险生活 森林的环境可以透过公园或是校园 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绿化 那这种情况下这些生物 透过树在栖息的生物 它就有机会慢慢回来 主要有绿印就能栖息 只要有食物来源就能安稳度日 林角骁看似已经适应都市里的新生活 有可能它的窝它并不是在这里的 其实猫童一定不会煮草 它就是找一个我们在都市丛林中 它觉得适合繁殖的地点 它就会在那边养育它下一代 那可能校园再出来之后 它又把它带回来了 连续两天守在张安国中校园里 或许林角骁们也慢慢习惯地镜头拍摄 不时频频打喝欠 或是悠闲地整理羽毛 有时还突然耍毛起来 扭动身躯 将头歪成90度 模样俏皮可爱 它其实不见得一定是在我们张安 它有时候像上次 它就出现在平和国小 对 那我们又发现 过几天它又回来了 其实我是觉得 它们应该就是在这个区域出没 我们拍到的小猫头鹰 是在彰化的张安国中 距离八卦山大约两公里远 临近的平和国小和彰化师范大学 也常发现它们的踪迹 它很喜欢在都市跟森林的交界处来活动 在这个周边 其他的大型猛禽是比较少靠过来的 那对它来讲 它被猎食的压力就变小 那再加上现在人也不会去抓它 所以它就会慢慢地习惯 飞到有人的地方 但是领导销的休息地 几乎和学生活动须一重叠 不论超爽少的打球声 或者是跳绳声响 难道不会打扰它们的生活吗 其实这里的环境蛮吵杂的 可是我们发现它好像没有被受到干扰一样 它栖息的蛮好的 只有人走过去的时候 它好像会注意我们 但久而久之其实我们的活动 好像对它也没有太有影响这样 领导销在树上闭眼休息 操场的喧闹声似乎没有打扰到这位教客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教育 就是扩散出去让它们都知道 动物其实可能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不干扰它的情况下 其实它们也可以活得很好 所以我们大概都是早上的时候会抬头看一下 今天是不是有在这里 它可能会出去玩耍或是去拜访朋友 但是过个两三天它又回来 领导销适应力强 渐渐融入人类的生活环境 对于人生顶沸状况早已习惯成自然 但要如何在水泥丛林中找到新的生活模式 或许人类和领导销们都还在努力寻找一个 能够和谐平衡的相处模式 广告回来我们要了解另外一种动物的生态课题 欧牙水踏 它跟你脚銷一样 与人类生活环境和模式产生的冲突 导致陆沙事件频传 休息一下 日线追资中要告诉您欧牙水踏的故事 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台北是以动物园里头的欧牙水踏 大金、小金还有金沙 因为模样可爱 辱获不少人心 成为动物园里头的明星 欧牙水踏分布面积广 横跨亚洲、非洲以及欧洲 最远到挪威 它们是湿地生态系的最高级消费者 同时也是生态系健康与否的指标性生物 但是像这样的本土物种 正面临着灭绝的危机 目前在台湾本岛已经看不见 野生的欧牙水踏踪跡 只剩下金门地区 但最近二十五年来 水踏数量不断地往下滑落 学者预估 目前金门欧牙水踏的数量 可能不会超过一百只 拙群数量锐减 国际自然保育联盟红皮书评估 属于近围的物种 身为最高级的消费者的欧牙水踏 几乎很少有天敌 但是光是在二零一四年 金门县内就有近四只的水踏 遭到车辆撞击 怒杀伤亡率比往年都还要高 到底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 它没有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呢 记者张宁 李世荣的深度报导 毛茸茸的身体 短短的四只 一会儿在岸上跑来跑去 一会儿化身海底蛟龙 在水中游游 可爱俏皮的模样 让欧牙水踏在动物园里成了大明星 动物园里的欧牙水踏 大金 小金和金沙 今年已经两岁了 即将进入青春期 这三只水踏都是在金门被人发现 其中大金 小金这对小兄弟 当初被人找到时 连眼睛都还没张开 所以他们就发现说 怎么会有那个小家伙的叫声 那寻声音就找到 在四月的时候找到 两个礼拜大 眼睛都还没有打开的 两只小水踏 我们怕夜晚的时候 有其他的那些 那个狗啊那些来 所以我们就考虑到说 已经等了太久了 而母兽没有来 我们才把他救回来 才两个礼拜大的小家伙 没有妈妈在身边 实在危险 于是金门国家公园 将两兄弟 后送到台北市立动物园 救伤收容 保育人员全天候 24小时贴身照顾 那因为你一天 可能是要照顾五六趟 那你基本上 想打瞌睡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小家伙的安全 或者他们哀哀叫的 肚子饿的声音 你都必须要做回应 十天后 大金小金终于睁开双眼 看见世界 隔离多久 又一只遭到母水踏 抛弃的小水踏金沙 被后送来木栅动物园 三只欧牙水踏 在保物园的悉心照料下 健康成长 但是这样可爱的小动物 现在却面临着生存危机 欧牙水踏 它是水路两栖的动物 它主要是在水里面去觅食 活动移动 所以它是沿着水系 在不同的区域当中来回 但是它睡觉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 育幼的时候都是在路上 所以它可以在路上行走 台湾本岛原来就有分布的一个本土物种 平常它的生活习性 当然在食性上 它可能是环境里面的顶级消费者 也就是说它是肉食性 台湾本土种欧牙水踏 经常在海岸 溪流等水质好 少污染 干扰 和食物丰富的水域出没 是湿地生态食物链中 最高阶的消费者 被视为环境指标物种 与我们所谓的良好的水域 就是里面的水质好 不要有污染 尤其是它对重金属跟油机率 就一些农药的污染 还蛮敏感的 它要有比较丰富的生态环境 所以所谓的散 就是宜散的散 这个不散型动物 在专家学者就是说 它是一个指标性的 这个保育的动物 只要有水踏在的地方 就代表着附近水域良好 生态资源丰富 也因此被称为散型动物 但是因为欧牙水踏的生活范围 与人类触叠度极高 导致这些湿地精灵的数量 急速地往下滑 很不幸地在大概四五十年前 陆星为台湾的环境 的人为活动跟开发 所以很快速地压迫到 我们在台湾本岛 欧牙水踏生活的环境 已经非常非常多年 在台湾本岛再也没有看过 它们的终极 欧牙水踏在1999年 被世界自然保育联盟的 冰围物种红皮书 列为易受危害物种 在台湾本岛已经有30年 没出现过野生水踏 目前全台湾只剩下金门 还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过去因为缺水 所以做了很多的皮塘 做了很多的渠道 所以它的水系贯穿得相当的复杂 让这个水踏很容易在中间跑来跑去 为了寻找台湾仅存的欧牙水踏 我们前进金门 探访它们常常出没的地方 根据长期研究水踏的金门高中 退休教师庄西静透露 早期为储水而开挖的蓝湖 就可以见到水踏的动机 实际下到水沟里往前走 果然在水管上和旁边地面上 找到新鲜的牌仪 而这也意味着水踏不久前 才经过这个地方 几坨牌仪的粪便 是新鲜的 对这几天的 那我们会请我们同仁 赶快拿回去送到实验室去 虽然发现水踏的足迹 但却没有看到它的身影 于是我们再度前进 另外一处7地 泰湖 这里水质良好 实物丰富 加上地点隐秘 成为欧牙水踏的最佳气地 但很可惜 我们采访这一天 水踏迟迟不见踪影 经守湖边近三小时 仍是没有拍到欧牙水踏 不过当地居民说 以前的金门水踏很常见 以往只要有水的地方 就会有水踏出没 密度之高 平均一公里会有一只水踏 但近几年来 金门欧牙水踏的数量 越来越少 从80年初估200支 后来150支 到现在我估计 可能不会超过100支 到了最近2013年开始做的调查 就很明显地发现到 金门特别是西半部 西南角古光湖周边的一带的水系 过去是经常有水踏出现的痕迹 但这一次几乎看不到 因为金门地方小 如果再继续下去 没有更多的保护 可能水踏在金门 很快就会像台湾一样 也消失眉睫 每10年水踏数量 就会减少50支 目前在金门的欧牙水踏 剩下100支左右 比保护的动物台湾黑熊还要少 数量锐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过去金门因为战地限制开发保留住完整的自然生态 但近年来观光产业兴起 房子一栋一栋的盖 水踏其地也跟着一块一块的消失 那像这边它是一个很好的市地 要不是最近工程污染 那个水质变恶劣 那本来这边水质是清澈的 水踏气地破坏是一个 在金门最严重的问题 因为事实上不仅是水踏 其他野生动物也是一样 我们讲石油木已经是在15年 比较高层的这些动物的话 那它的天体相对对它的影响不是那么大 反而是人类的种种行为 气地改变或者是污染或者猎杀 人为开发严重危害水踏气地 最为著名的就是2014年4月2号 在金门古林头临措附近的池塘 发现大金小金 大概是在前面这个树林 这个树的树的下面 那当时就是工人在这边做地质探勘 把设备放在这边 所以它就发现到两只水踏 机具整地干扰 破坏其地朝位之外 原本金门皮塘与海岸地带等水域 相铺连通 从内陆到海岸形成绵密的水系 水踏原本可以沿水道活动觅食 但是因为开发 使得水系遭到截断 再加上干看 让水踏被迫走到马路上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抽水 然后那一段的溪流是干旱的时候 或者是那个路两边的水系中间被割开了 那水踏找不到鱼 它必须要穿到 穿越到更远的地方的 比较大的池塘去密集 那在穿越的过程就会越过马路 它只会走到路面上去 在这路面上去 它往往会碰到车子 所以才有金门产生路沙的情形 为了寻找食物 水踏走上马路 导致路沙事件频传 也让本来为数不多的水踏 遭受更大威胁 路上的水踏 前一天送到台北市立动物园救治 受医先将它麻醉 再做气体插管 一连串检查治疗 发现它脊椎骨出现严重骨刺 那我回到金门已经十几年了 我也没有看到水踏在我面前 目击了 那看到都是它死亡的照片 现在就每年被路沙的情况 差不多有这个平均 差不多五只左右 这个几年下来 也还是有几十只了 那当然就是说 它横跨了大概将近20年的时间 但是所以不是每一年都这么多 但是少则一两只 多则六七只 光是2014年金门就有四只水踏遭到路沙 伤亡率比往年都还要高 而欧雅水踏不止面临漆地破碎 还有干旱缺疗 近亲繁殖所导致的基因窄化难题 再加上外来物种的威胁 让欧雅水踏招架不住 一两百只的个体 我们在动物的一般的认知来讲 是一个很小的族群 因为我们讲说你个体越多的话 越没有近亲交配的那个问题 那你越小的话 就是越来越都是差不多的个体 在那边配来配去 可能就会比较有遗传上面的问题 因为十年前在骨缸出现了缅甸芒之后 那边的水踏的活动的痕迹就慢慢减少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天灾人祸不断相逼 让这个可爱的小动物 一步一步走向灭绝之路 幸好地方保育意识抬头 纷纷在路旁设立水踏出没几十排 提醒驾驶慢行 金门国家公园也在水库霸体等 水踏活动范围设置人工阶梯 使得觅食动线更加顺畅 因为有一些是水库它有霸体 那因为夏天干枯 所以它就没办法跨过那个霸体 所以我们也从李老师的建议里面 去在重要的那个 它出没的路径上 去做人工的阶梯 更经常在湖库旁拍摄到水踏 在夜晚出没的画面 种种措施都是希望打造友向环境 还给水踏们一个价 你要维护它的漆地 让这个群体能够活下去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 所以繁殖相对的 你只要让它有足够的漆地 让它这个活存 生不是太大的问题 应该要做好环境影响评估 而不要这个盲目的开发 造成我们金门一个重大的一个 生态上面的一个破坏 因为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掉以后 就再也回不来了 原本美好的家园变得掉 漆地破碎 水系断绝 直批消失 欧雅水踏面临可能从金门 并为物种除名的危机 而目前的当务之急 是政府该好好思考 该如何在开发与环境保护间 取得平衡点 让野生动物不再流离失所 保护水踏就要做好水系连结 让水踏顺着水系移动 而且水系周边的直批保护好 也可以让水踏还有其他的水生动物受贿 广告回来 我们要回到节目一开始讨论的话题 面对国际级的駭客盗领集团 台湾如何胜出 将来又该如何自保呢 休息一下再回到热线追踪 第一银行盗领案 警方在案发之后一星期 陆续逮捕了安德鲁等三名嫌犯 并且掌握涉案嫌犯来自六个国家 总共16个人 其中有13个人已经离境 有三个人落网 揭出了办案效率和内容 让曾经发生过ATM盗领的欧美国家 透过国际刑警组织香港分部 向台湾请求司法护住 事实上 警方在一银盗领案之前 才刚侦破发生在7月7号晚间的 台铁松山车站爆炸案 随即在面临国际级犯罪组织 依旧是顺利破案 弃而不舍地寻找线索 再加上休假警官对可疑人士的警觉心 是成功关键 不过这起案件 也让我们见识到的是 电脑犯罪无所不在 又无孔不入的破坏力 我们资测会议资安科技研究所 就是网络科技的保全业 透过专业人员研发软体 防止恶意城市入侵公司内部系统 针对这次一银盗领事件 他们也是提醒 不管是攻击机关 银行系统或者是企业 都应该随时保持警戒 做好备战准备 以多变应万变 面对新时代新科技的犯罪手法 您知道该如何自保了吗 发烧话题决根究底 我是王李仲燕 热线追踪 我们下周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